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柳时浪现在应该在府里了 就把他抓过来 柳峰 他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百里红一 百里红一 医官禽兽杀人凶手 我今天就让你闯 干什么 百里红一 别懒了 白里红一 不能无力 小飞 白里红一 杀我叔父你还欺负我阿姨 我今天被杀了你不可 赠了你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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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住手 对什么 小时 你 你在做什么呀 阿姐 阿姐 二郎 你没事吧 阿姐 我没事 小时他刚回来 他什么都不知道 阿姐 你别说了 二郎 小时你住手 小时 你干什么 小时 你在做什么 小时 我柳家也算是高门大火 师叔世家 你从哪儿学的这一生无赖习气啊 你终于关心我这些年的经历了 是啊 我这些年是没再读过书 我随着西域商队我四处游历 我阿姐若是觉得我让柳家蒙羞了 我走 我再也不操心你们夫妇二人的家事了 小时 你去哪儿 你回来 你在西域那么多年 可听过客部的商队吗 小时 嗯 客部有直商队 里面有两个胡商 一个叫康瞻笔 一个叫康金 你听说过吗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小时 你知道什么就告诉他 小时 如今康瞻笔死了 康金也失踪了 与我何干 又不是我干的 他们来历不明 行踪诡秘 你若是知道些什么 却又不如实相告的话 我现在就去报官 让官府来是你 阿龙 大理四字库里而来 内卫府倒是轻松一点 但是我让你生不如死 二郎 还有何南府 不过听说那里的人 没有人能活着出来 百里红野不是人 二郎 小时他刚回来 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阿杰你别求了 二郎 阿杰 小时 看见了吗 这些娘我什么苦都吃过 你还真别威胁我 什么狗屁酷刑我不怕 你不是要报官吗 你报啊 你不报 你是懦夫